充满戏剧性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正式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 几个月来 美国人见证了现任民主党总统的退选 共和党提名人险遭暗杀 以及首位有色人种女性获得提名 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 总结了美国大选冲刺阶段 有哪几点值得关注 金钱在政治中不是万能的 但也并非完全不起作用 人们可以看到 双方如何为争夺270张选举人票压住 10月第一周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在关键的篮墙三州的投入最多 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广告花费 超过500万美元 在密歇根州投入约400万美元 在威斯康星州投入约270万美元 如果哈里斯能拿下这三个州 和内布拉斯加州国会第二选区的 那张选举人票 他就将成为下一任总统 另一方面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正在把目光投向阳光地带 本周 特朗普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广告 花费最多达到380万美元 这里是双方战略的关键 除此之外 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 和佐治亚州的花费 分别达到340万美元 和近300万美元 这两个州也是特朗普的重点目标 如果能赢下上述三州 他就将重返白宫 哈利斯既有左派支持者 也有右派支持者 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在内的知名人士 将为他助阵 接下来 奥巴马将为哈利斯 进行27天的密集拉票活动 前众议员利斯 切尼等反对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也将为哈利斯助选 并试图吸引温和派 独立人士 甚至不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人 特朗普获得了世界首富马斯克的大力支持 马斯克5日出席了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一场集会 地点正是特朗普7月遇刺现场 但特朗普可以求助的站台者相对较少 共和党及前总统小布什没有明确支持他 前副总统切尼甚至表示 他会投票给哈利斯 美联储降息可以暂时缓解资金困难 让美国人更放心地买房或买车 9月的就业数据也在提升 东海岸的港口工人罢工是暂时的 不足以成为竞选议题 但在选举日 很多东西的价格仍然会比特朗普任总统时高得多 此外 油价可能会在未来一个月里上涨 关键州的关键选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在选民们更信任由谁来应对通胀这个问题上 特朗普的领先优势不复存在 他在移民问题上的领先优势也更小了 库克政治报告网的埃米·沃尔特说 选民对经济的感觉不是很好 但也不像以前那么悲观 他说对经济无所谓的选民 似乎对哈利斯的印象更好 不管2024年选举会发生什么 如果哈利斯获胜 特朗普都不太可能接受选举结果 他的盟友们正在为选举日之后的法律斗争做准备 他们可能对投票结果 甚至选举结果的认证提出异议 选举人票将于2025年1月6日在国会进行清典 新的美国总统将在1月20日宣誓就职